詞客 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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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강ho 《中國時報》的劉塔友 ه الر議員 他從ヘア遠俗 那個新批評的 的 就是我們年輕的時候大家文青的時候都理解 就是說 習近平的理論意思就是說 是從文本本身的結構 文體本身的氣氛轉動 還有文字本身的宣傳或者是經歷 來做一個文學的評論 可是這樣的講法後來就被批評說 其實所有的文本本身還是要去看它背後的一些脈絡 歷史的脈絡等等的一些 所以有人說文本還是有歷史性 文本的歷史性 或者歷史性的文本 像這樣子的一種論戰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他現在看到這一篇 因為他當然在談張愛玲的小說 所以談這個文學的純粹性跟文學的誠實性 不大難具有什麼疑心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就是說 不管用什麼樣子的評論的理論 文學評論的評論 所有的文學背後還是有一個人性的意義 不會有一個共和人性的意義 這樣子的一種流傳秀 所以即使我們以這種歷史小部分 這個概念來做出 我覺得他所要敘述還是會跟 當然跟我們過去有關 或者是跟我們對於我們所有他這個 在台灣所發生的這些固執的情況 跟重要的可能是要存在 我們所能夠 跟我們能夠被感動的 這樣子的這個議題 所以在這邊我們還是要特別感謝我們吳先生 因為他一直講說他拿出他財產的一半 這樣好像公開介入財產 因為他也把這個財產 用一種公益心脫的方式來把它放 當作委會社會 然後來讓這個議員底下不太有支庫 那裡有三個委員會 大家各自去去想像 怎麼把這筆錢把它花掉 那我先跟各位講 我們是花的先是窒息 沒有不能先花本金 我光知習本身 一年大概就 我們沒有說要怎麼樣 但是一定是說要努力的 想辦法把它來回規一下 這個部分 吳先生自己要說我會辦法 他以前是說過 因為他有公開 所以我才敢說 如果他沒有公開我就敢說 好不好 這個 如果他有想說他再說 好不好 當然還是再次能夠 我在這邊還是很感謝我們父親 他有這樣子的一種 對我們台灣社會的這樣子的一種 回饋的這樣一個 算是非常重大的一個信義 才讓我們有這個機會都坐在這邊 想一下他怎麼畫這些 好 謝謝 謝謝顧律師 那接下來我們請我們教育組的召集人 他本身也是歷史教授 所以請他來詮釋台灣歷史小說獎的意義 我想也有理你 請張也謝謝張教授 請張也謝謝張教授 謝謝 沒有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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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